新聞一開始先來關心 郭德一河北向中華系統 接郭德三合路段 早上6點外 一台在駛廟的大會車 因為不免願因 失控撞到火爐 共鳴撞擊 舊身車頭掛在空中 充兵是相當的怕人 小鳳姐出動分推車 手機有受訓地車來加速 僅僅三百億治療 郭德一河北向中華系統 接郭德三合路段 八河上午發生中台交通事故 一台載的駛廟的大會車 因為不免的彎因 當完失控撞到火爐 共鳴撞擊 讓車頭回去掛在空中 總統相當危機 小鳳姐出動分推車 手機受訓車來輸機 郭德一河北向中華系統 他很清楚 競技喪一體了 為了避免車頭掉落影響到 其他國營主線 南向南向車流 因此我們封閉了國營南向的 三線車道 還有國營北向的內側車道 來進行警戒跟處理 目前8點02分 駕駛人從車頭中被救助 目前上游浴室 緊急送往醫院進行治療 各地警察 經濟方便南向山車道 以及北向來臨的車道 由於剛好時上班交通的尖峰時期 南向車流回到將近6公里 在8點02分的時尊重人救出來 8點40分 各地一河北向開航轉船通車 到中華西門也豐富中華彩虹波多 到中華西門也豐富中華彩虹波多 登泳中華彩虹波多